智慧与慈悲 心中不会有愿 不对别人抱太大的希望 你就不会有太多的失望 自强自立的生活 自觉自悟的学佛 能够自觉修心的人 是一个悟道之人 能够带领众生一起修心的人 那是一个觉悟的人 常关照自己的心 是不是如如不动 常关照自己的心 是不是动静易如 常关照言语善恶 是不是口吐莲花 只有常关照自己的思维 行为 语言 才能照见五蕴皆空 知不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